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号 欢迎参加由加拿大华人证服务中心主办的 欢乐大家唱公益活动 加拿大华人证服务中心是2015年 注册成立的一个非盈利性公益组织 成立至今特别是在这次的防疫抗疫活动中 做了大量的助人的工作 在此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志愿者的心情付出 也欢迎和希望更多热心公益的朋友们 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团队 为了使仍处于疫情期 长时间宅在家中的更多的民众受益 中心安排了很多的网上公益活动 今天呢是大年的正月十六 按道理按我们正常来讲 就是过完十五 春节新年基本上也就告一段落了 但是我们讲十五的月亮 十六元是吧 我们北方有这么一句话 所以说我们虽然说我们的十五已经过完了 但是其实我们的新的一年也就是刚刚的开始 好 那么在此呢 让我们请出我们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主席 李广磊先生 把他的一曲 Happy New Year 作为一个迟到的新年的祝福 再次又一次的献给我们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平台上的各位亲朋好友 有请李主席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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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好主席 在吗 哈喽主席 这主席刚才还在啊 这样一眨眼又不知道忙什么去了 我们主席是很忙很忙啊 日理万机 很辛苦很辛苦 真的 我觉得华人志愿服务中心这个平台上这么一堆 大啊 一大 一大 一量的活动吧 你想我们每天 每星期的课程有七八十节 然后各种活动 各种行程 各种日程都要主席去一一的去过问 我觉得真的是很辛苦 而且是一种无私的奉献 就没人给工资的啊 全部是一种奉献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所以 李源老师 李源老师你别那个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刚刚敬你给我自己敬您的 我是两个设备 我给一个断开以后 那个想不了这个也打不开 不好意思 我想了你都忙什么去了 那好 你这样吧 我跟你说 你这样吧 你现在先 借助你 本来这个我给谁调了 我给高霞老师调了 他搬来唱第一个歌来 他现在你看他 他到没到 我给他调到后边呢 你看看 看高霞老师 你告诉我 他已经发给高霞老师 我现在我给他播吧 他就忘宁如 忘宁如 那我们下一吧 留的 那他是播放录像的话 音乐的话 我们稍等一会儿 没有关系的啊 那我们就主席的节目往后放 OK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说我们北方人讲 我不知道南方人 因为我是北方人 我们讲 15的月亮 16元 然后我们北方人的习俗 也是15吃饺子 16我们才吃汤一碗 是吧 那么那么在此呢 主席让过去了 我来用我的一首 15的月亮 16元 因为为了应景啊 昨天专门找了这首歌 把这首歌曲 献给我们在座的各位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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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